掉了五六掉材料了 这个塔吊别的都好 唯独这个起落沟拿捏不住 落沟总共五个档 但是这个延时太长了 很多朋友说这个按钮是减速的 但是这个也不管用啊 开这个塔吊一定要操心这个起落沟 刚才差一点点就装地上了 我已经松开很久了 但是它就是杀不住一直往下溜 一早上来 人家这个塔吊操作室里面是真的干净 前面的玻璃擦得精英气透的 十点五十了 马克巴卡吃饭吃饭 那个工地挺大的 但是里面没有开灶 只能去工地门口吃 听说这工地门口也有不路边摊 那今天中午就吃个路边摊 要登记对吧 早上进来的时候容易 那时候太早了 但是出来就难了 要登记一下 不登记不让出来 找个买饭的买饭吃肚子饿了 从这儿拐过去啊 买这么多加班 还有买衣服的 咋扯的老板 肉的十三 肉的十三 拍着自己加吗 对对对 肉给你 肉丝在哪 肉丝在那边 这好像叫苦瓜 矮一点 配个蒜菜炒肉 这个不错 再来个土豆片 来点辣的 必须得用点青椒 再加点豆干 这才十一点 外面吃饭人还挺多的 可是今天比较凉 这些菜都要过油 老板把容易熟的菜 先给挑出来 出锅了 出锅了 看着都很香 饭人太多了 我起身去打了个饭 座位也被人家占了 天气是真好 占地面上也凉快 就坐车里面吃 塔铁开的越久 职业变越明显 以前这个背还好 现在就是酸腾酸腾的 主要是没劲 就想活动活动 看一下 公立猛口十三块钱 现炒的盖椒饭 十三块钱还是可以的 毕竟那么多菜 大家都看着呢 这个老板确实也忙 中午就卖这一会儿 人都背的满满的 老板这豆瓣酱放的比较多 桥料外比较重 我给你发了几个 然后你让阿姨一下打电话 了解一下公立那边情况 工资待遇啥的 然后再过去 不客气不客气 看没有合适的再给我说 我再给你找 兄弟这是给他老妈 也就是阿姨找活呢 新浩宫 听他说以前是在外地上班的 最近才回到陕西 西安这边公立啊 干塔料指挥也挺好的 一个月六千块钱 而且还有假休啊 有的是上一休一 有的是一个月休息四天 还别说 这老多炒的这个味道蒸的好 13块钱 就是有点辣 给我辣的 这个公立是下午两点上班 估计上到六点半 到七点左右就下班了 活比较多啊 明天后天的替板活已经约好了 早上起来就猛来比较早一点 如果不睡的话 下午上去肯定打磕水 我老是鱼 下期见 下期见